魏若从马车内探出头来 回京城 若若 我不是告诉你不能去京城的吗 京城里头如今很危险 你怎么喊 盈盈 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哪怕是危险也必须要去 可是 你会没命的 盈盈 有些事情我们逃避不了直面 是比逃避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魏若目光坚定 谢盈皱着眉头凝视魏若 看出魏若坚定的眼神 沉思了一会儿后 谢盈终是选择了相信魏若 你素来有主意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多问了 只记着凡事要当心 谢盈道 魏若微笑着回道 嗯 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一旁的范承煦看了看魏若一行的队伍 眉眼深邃 问道 王爷和王妃此行就只带这些人马 我们是回京奔丧的 需要多少人马吗 魏若反问道 范承煦沉声道 恕我直言 你们如果是这般去网京城 怕是此一行要有去无回了 范老板何出此言 魏若问 范承煦道 我知道瑞王妃的父亲魏大人 以及一兄许大人都手握重兵 但你不要忘了 他们一个远在东南 一个远在东北 他们麾下的军队没有皇命 不得善力之手 且即便他们敢率军回京 一时半会儿也是远水就不了近火的 是无法护你二人周全的 你说的不错 他们确实无法 随意离京 魏若认同道 接着问 范老板为何觉得我们此番回京 需要军队保护 范承煦沉声道 瑞王妃又何必与我装傻呢 你们既要回京 必是为着那个人去的 大航皇帝驾崩至今日已有七日 在我们抵达寄寥之时 锦王已经完成了临前纪委 赞长朝堂了 后止须等青天监选了吉日 过了二十七天的守孝期 举行登基大典便可正式位帝了 如今你二人若还想要将他从那个位置上拉下来 非武力不可解决 紧接住 范承煦向微弱介绍 如今的京城已经在楚兰的掌控之下 武城兵马司和皇城进军目前都听从楚兰的指挥 东城兵马司指挥使和中城兵马司指挥使本就是楚兰 南城兵马司指挥使是谭如风 是西北施加大族谭家之人 三年前皇上向谭家戒粮 作为恩典 赐了谭家几个子弟官职 其中谭如风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的时候他成了南城兵马司指挥使 西城兵马司指挥使于东山 曹莽出身 早年在陆老将军麾下 寿鹿老将军提携 统帅西城兵马司已经有十年之久 是几个指挥使当中自立最老的一个 北城兵马司指挥使范秀乃我范氏族人 论辈粉是我的堂兄 我范家上下速来同进退 为我伯父马首是瞻 我伯父原先支持的人是玉王 在齐家倒台之后 我伯父就开始观望 最终在景王 玉王和秦王三者之中倾向了景王 禁军统领韩靖 原为神书赢统领 于三年前由大行皇帝下旨调任 此人形势低调 此前不曾卷入过皇权斗争当中去 上述这五城兵马司和禁军 便是如今皇城之内最重要的六只兵马 而如今他们已全部归顺景王 听景王调任 请问瑞王何王对此可有应对之策 范承旭 一番解说后 未若神情平静 问道 他临前继位可有遗诏 大行皇帝驾崩突然 暂未找到他的遗诏 朝堂众臣可服他 未若再问 范承旭沉默了半赏 给了一个模糊的回答 他这几年失了人心 未若道 那就去吧 给父皇带孝去 范承旭说了一席话 但未若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进去一般 范承旭皱着眉头 良久后道 如此 便随你吧 从寄疗回京城 再有马车有行李 带着大部队的情况 这段路原本要行半个月的路 这一趟加急赶路 比平时快一些 但终究比不过八百里加急的速度 也不如范仙二人骑马而来的速度 未若一行用了八日才抵达京城 皇上驾崩后 前来寄疗送信的人八百里加急 第三日便到了寄疗 后背亮了两天 未若一行在第四天启程 行八日 算下来今日是皇上驾崩坏后的第十六天 一路上还算安全 没有遇到盗贼匪寇 从东城门回的京城 刚进城门 便被一群官兵拦住了去路 瑞王夫妇要回京 京城里自然是早早地得到了消息的 他们出发前 也让先前去寄疗传旨的太监 先一步回来禀报了 未若躺在车厢内 怀里搂着呼呼大睡的颜戈尔 耳朵听着外头的动静 脸色平静 他相信二哥 二哥既然决定了回来 自然不会毫无准备 他要做的就是配合二哥 把他这个身份需要做的事情 做完即可 剩下的并不需要他操心 过了一会儿后 马车再次行进起来 却在抵达京城瑞王府门口的时候 没有停下 而是继续往前 朝着皇宫进发 未若猜到方才拦住他们的 应该是楚兰派来的人 打算直接将他们夫妇 接入宫中 看来 他们已经没有休息的时间了 这场斗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入宫后 马车停下 魏弱和魏锦一从车上下来 二人已早早换好校服 一身素慢 就连魏弱怀里抱住的严格尔也不例外 几人刚站定 便见到了等候魏弱的秦嬷嬷嬷 魏弱和秦嬷嬷嬷也算老熟人了 在台州府的时候 楚兰便是派秦嬷嬷嬷嬷嬷嬷对接开荒的相关事宜的 见到魏弱 秦嬷嬷嬷嬷的脸上也闪过几分异样的神色 但很快她就恢复如常 面无表情地对魏弱说道 王妃娘娘 女眷如今都在回太妃处 还请王妃娘娘随奴婢来 惠太妃 在大行皇帝在时 惠妃一直在冷宫之中 如今大行皇帝驾崩不过数日 她便是掌握后宫大权之人了 好 反请嬷嬷嬷嬷 魏弱痛快地答应下来 将怀里的严格尔交给了魏锦益 然后跟上秦嬷嬷的脚步前往后宫 魏弱身后跟住秀眉和林芳 二人神情警惕 处处小心 做好了随时保护魏弱的准备 来到昆宁宫前 秦嬷嬷嬷顿了顿 她转头对魏弱道 瑞王妃娘娘 您与锦王殿下有昔日的情分 你只要性子不要太硬 锦王殿下自不会伤住你 秦嬷嬷能在此时与魏弱说这些 想来是看在昔日的情分上的 多谢嬷嬷关心 我乃瑞王妃 想来锦王殿下 本不该伤我这个弟妹的 魏弱回答 秦嬷嬷嬷威咒 似有许多话要说 但终是没有再多言 入了昆宁宫 魏弱并没有见到回太妃 宫内 众多皇族女眷都在此 依照大叶朝的规矩 大行皇帝的子宫 会在乾清宫内停放27天 期间会僧人念经超度 而女眷们在回太妃的率领下 在后宫祈福 念经 魏弱进来后 众人的目光皆看向她 大家的神情多少有些异样 这里头有不少是魏弱 创立的群方会的成员 与魏弱也有过交集 关系不算太差 只是时过境迁 如今京城形势之下 他们看待魏弱的目光 自是不同于前了 魏弱的目光扫过众人 在看到魏清婉的时候 稍作停顿 三年不见 魏清婉看住明显憔悴苍老了 娇嫩的肌肤上 多了一些岁月的痕迹 眼角有了细纹 眼下眼带痕有些明显 不知是不是 这几日熬夜的缘故 魏清婉也在看魏弱 直一眼 魏清婉的拳头便捏得紧紧的 三年了 身在苦寒之地的魏清弱 为何看住半点不显苍老 反而比三年前 愈发的红光满面了 这不公平 此刻魏太妃不在 屋内的女人自觉地站成两排 恭敬地等候着她 魏弱被秦嬷嬷安排到了 歧视镜的旁边 如此也让她离魏清婉很近 魏清婉特地挪了位置 凑到魏弱身旁 咬着牙低声道 你真是没有脑子 竟然还敢回京来 魏弱瞥了魏清婉一眼 我为何不敢回京来 父皇驾崩 身为儿媳 自当来为父皇代孝守灵 魏清婉压着嗓音讥讽道 你从前不是挺聪明的吗 怎么如今倒是蠢笨起来了 还是说你的那点聪明 只老能用在种田种地上 看不出来你还挺关心我的 魏弱平静如水 面对魏清婉的讽刺情绪 没有半点波动 呵 你竟还笑得出来 怕是由你哭都来不及的时候 魏清婉继续道 他看不得魏清 若这般风轻云淡的样子 他怎到可以这样呢 他明明就应该害怕 担心得要死 他正在经历的这些 魏清若明明也是一样的 锦王掌权 御王府岌岌可危 他锐王府难道能逃得掉吗 他们是一样的处境的 魏弱没接话 魏清婉继续讽讽道 你以为你只是来吊咽的 你以为你和锐王能活住回忌疗去 我告诉你 你在做梦 你和锐王如果待在忌疗 不来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 只可惜你们太蠢了 蠢到以为只是回京吊咽这么简单 所以你们活该没个好下场 你 好像很期待我没有好下场 魏弱道 魏清若 不怕你说 我还真有点怕你不来 真不该只有我是这样的下场 你应该比我惨千倍万倍才行 魏清婉道 魏清婉你不累吗 魏弱问 累 我为什么要累 我倒要看看等到了黄泉路上 你是不是还这么能言善辩 将你周围的人耍得团团转 魏清婉冷声道 魏弱却一脸淡定 甚至说了句鼓励的话 那你努力些 争取在坐黄泉路上走得最快的那只鬼 魏清若 魏清婉被魏弱气到 眼睛恶狠狠地瞪着魏弱 魏弱没再理会魏清婉 目光平静地看向空中的正位 他今天真正要见的人是会太妃 就在魏弱思索住这位太妃娘娘 何时会出现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宫女的声音 会太妃娘娘道 紧接着秦嬷嬷扶着一位衣着华贵的妇人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范围内 年过五十 又在冷宫里住了三年的会太妃 明显苍老了不少 头发已然花白 皱纹也甚未明显 不负从前的风华 他坐下后 众人齐齐向会太妃行礼 只有魏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如此特立独行 一瞬间变成了满屋人的焦点 会太妃的目光 也毫无疑问地落在了魏弱的身上 瑞王妃为何不行礼 会太妃问 据本宫所知 父皇驾崩之前 并未将会太妃接出冷宫 一个被打入冷宫夺去位分的妃子 应当无权受我这个正统王妃的叩拜 魏弱回答 听闻此言 在场众人心头猛的一跳 纷纷为魏弱的胆大望为心惊 他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镜挑会太妃的痛处彩 会太妃的脸上染上一抹怒色 眼神中的笑意尽散 取而代之的是冷军和杀意 看来瑞王妃并不是很服气 会太妃微笑着道 也是 谁让本宫只是个普通妃嫔 身份不够尊贵 闻言 殿内众女倦盲道 太妃 娘娘神尊玉贵 太妃娘娘毫无疑问 是如今后宫之中最为尊贵之人 太妃娘娘是皇上生母 只待登基大典过后 太妃娘娘便是大业最尊贵的皇太后 众人奋力地说着好话 讨好会太妃 连刚才出言讥讽魏弱的魏清晚也不例外 看出众人对会太妃的讨好 魏弱并不意外 实时务者魏俊杰 如此情况下 要换作是她 为了自保可能也会是这样 登基大典过后 你成为太后之时 再来命我向你下跪也不迟 魏弱道 她的声音在一众讨好恭维之声 显得尤为刺耳 瑞王妃 道真是如本宫从前所听闻的那般与众不同 慧太妃声音越冷 脸上的笑容反而越是明艳 本宫就当你这话是对本宫的认可吧 魏弱道 好 好 很好 慧太妃眼神轻蔑 笑容冰冷 随后慧太妃的目光看向一旁的魏清晚 道 欲王侧妃 你的这位长姐对本宫甚是不敬 你觉得该如何处置 魏清晚连忙出列 跪倒在地 恭敬道 臣妾以为应当仗币 慧太妃讥笑一声 仗币如今本宫是没这个权利的 大行皇帝的子宫还在前卿殿内 本宫又岂敢以太妃身份要了瑞王正妃的命呢 不如这样吧 你带本宫赏瑞王妃几个耳光吧 臣妾领旨 魏清晚面带喜色的应道 随后从地上起来 站在魏弱跟前 魏弱看到魏清晚的脸庞带着笑和兴奋 子子莫要乖妹妹 你对太妃娘娘不敬 这是你该受的 妹妹也没办法 魏清晚道 魏弱勾了勾唇 魏清晚的手臂高高扬起 冲着魏弱的脸狠狠落下 预料中的清脆的耳光并没有出现 魏弱很从容地握住了魏清晚的手臂 怎么 三年不见 你愈发的虚弱没力气了 就你这个样子 再挤你十分力气和速度 你也打不住我 魏弱激笑道 你竟敢挡下 这是太妃娘娘的旨意 你这是在忤逆太妃 魏清晚赤道 你是眼瞎吗 我是现在才忤逆的吗 我从进门到现在就没给过他颜面 你还想拿他来压我 你是不是傻 魏弱道 魏清弱 被魏弱贬低 魏清晚羞愤难当 魏弱接着看了一眼坐上的回太妃 补充说 他眼下还有几分忌惮忌忠义伯府 不好直接对我动手 才拿你当枪使 让你动手 这样忠义伯府也无话可说了 就你这混不吝的 还傻乎乎的听他的话动手 魏弱直截了当的话语 再一次给众人惊得不清 魏清晚更是被他对的脸色占红 他不明白为什么都死到临头了 魏清弱还是能这么趾高气扬 还是能这么讨人喜欢 魏太妃再一次露出了冷笑 本宫从前只当你与别的大家闺秀 喜好擅长不同 没想到你还这般的不怕死 无知亦无畏 当真是让本宫刮目相看 不过 你当真以为本宫这么惧怕忠义伯府吗 你以为我这么跟你说话 仅仅是因为有忠义伯府做我的后盾 魏弱反问道 不然是谁给了你这般的勇气 敢在本宫面前如此放肆 魏弱陈述道 锐王府是你和锦王必须要除的心头大患 我若是顺从你在你面前伏低作小 也不过能换来短暂的安宁 你们对我的杀心不会变 横竖今日我待你进或者不进 都不会改变你日后要除之我的心 那我又何必在这边摇手起怜呢 如今的忠义伯府确实能让楚兰和惠妃忌惮 所以他们不会立刻动魏弱 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楚兰位置坐稳了 他不会放任这样的不稳定因素继续存在下去 如此大逆不到的话被魏弱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店内的其他女眷皆被吓得脸色苍白 这位瑞王妃怎如此胆大 她是真的活腻了吗 看出魏弱毫无底线的激怒会太飞 魏清婉心里满是讥笑 就是这副让人恶心的高高在上的作态 魏清若她就是喜欢这样 只是现在她选错人了 锦王登基 惠太妃就是太后 是这后宫中最尊贵的人 是她魏清若惹不起的人 惠太妃冷冷地看住魏弱 侵略到瑞王妃 本宫这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你是聪慧还是愚钝了 你当真以为你的两种选择不会有任何的区分吗 你错了 你的态度能影响你现如今的处境 你若臣服 本宫还能让你最后过几日安生日子 如若不然 说着惠太妃抬手 旁边的两个太监随即上前来 惠太妃正要下令处置魏弱 秦嬷嬷冲进来在惠太妃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不知道她说的什么 惠太妃的脸色变了变 跟住在看向魏弱 那眼神与之前稍有不同 但闲雾之色不变 来人 江瑞王妃请去偏殿 惠太妃改了主意 虽然没有直接处罚魏弱 但众人觉得魏弱此举 无疑是自取灭亡 后续等待她的必不会是好事 看到魏弱被拖走 魏清婉的眼底闪过一丝快意 同时也有些遗憾 遗憾自己不能亲眼看到魏清若受折磨 魏清婉回到队列中 站在她身旁的骑士镜对她耳语道 你是真的不如你姐姐聪明 到今时今日这地步了 你竟还想着怎么赢她 真的愚蠢至极 被骑士镜贬低不如魏弱 魏清婉咬牙切齿 你够了 这三年我忍够了你 如今大家都要赴死 你就不要摆出你正非的架子 在我面前说教了 骑士镜轻笑一声 神态轻蔑地收回了眼神 魏弱被带去了偏殿 在进门的瞬间 跟随她而来的秀眉和灵芳 被门口的守卫按下 随之魏弱身后的殿门被关上 偏殿内门窗紧闭 光线昏暗 魏弱看向殿内神色平静 她大概已经猜到了 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楚兰从里头走了出来 随着她的移动 身体渐渐地从阴影中走出 来到有光照到的地方 殷氏国丧期间 楚兰也住一身白色校服 她的脸一如三年前 棱角分明 眉若山带 眼如星辰 只是看住心事更重 更为深沉阴暗 她在距离未弱 还有三不远的地方站顶 说 你来了 一句简单的开场白 像是久别的朋友之间的问候 魏弱静默地看住楚兰 楚兰审设魏弱一番厚道 三年了 你看住没什么变化 接着又道 你的事情我都有听闻 看起来 寄良娜的地方很适合你 但是锦王殿下看住 四十比三年前 更加狠利冷血了 魏弱开口 狠利 冷血 楚兰重复了一遍 魏弱对自己的评价 然后笑出了声我早想到在其他人的眼中如今的我音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直接听到还是头一回 你果然是一点情面都不给我留 事到如今 我还有给锦王殿下留情面的必要吗 魏弱反问道 仰着脸 直视着楚兰 望着眼前的魏弱 楚兰呼地笑了 然后道 我没记错的话 我初见你的时候 你低垂着头 连正眼都不敢看我跟住楚兰回忆道 第一次见面应当是在新善县城外的荒地上吧 你在那里试验改良眼瞼地种植水稻 是那一次吗 我记不清了 我神志不太记得那个时候你的长相 因为那时候的你真的是太过胆小切弱了 魏弱面无表情 楚兰继续说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你装出来的 你似乎从一开始就在躲避我 厌恶我毫无理由的 所以呢 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吗 魏弱问 是啊 与你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 但与我是无法轻易遗忘的 我不明白的是 你以许何佑的身份救了我 一开始待我也不错 直到知道我的身份后 你便开始疏离我 逼我如猛兽 似乎你厌恶的人不是我 而是我的身份 楚兰道 是又如何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物 我不过是不喜欢七皇子而已 单纯的不想与你深交 也不曾害过你 甚至与你有恩 事到如今 魏弱不再隐藏自己 许何佑的身份 你说的没错 是我执念于此 楚兰承认 殿下费心将我叫来此处 应当不是为了与我谈 这些老问题了吧 魏弱道 我在境外为你准备了一处宅子 楚兰道 魏弱听笑了 你不会是想要将药圈养起来吧 就像仰外事那般 魏弱笑得明媚 也笑得刺眼 如果你愿意 等风波过后 我会将你接入宫中 给你的新的身份和新的开始 楚兰道 楚兰啊楚兰 你真的有够变态的 是君杀父 还要抢占自己弟弟的妻子 魏弱讥讽道 为子为兄 我确实不仁不义 但又如何 前朝部也有这样的帝王 依旧能被称为明君 百姓和史官只会记得设计功勋 不会在意这些小事 楚兰道 我不否认你说的 你或许有能力 称为第二个太宗皇帝 但我不想成为代姬或阳士 我要的是我自己活着 和我爱的人长相厮守 如若不能 便于死网破 魏弱力声道 你们抗旨留在寂寥不归 说不定还有可能 可是你们选择了回来代孝首领 既踏入了京城 便已经没有了退路了 你医好了你的病弱王爷又如何 已经太晚了 他已经没有机会扭转乾坤 那我便与他一同赴死 也绝不会沦落到被你囚禁的地步 魏弱眼神决绝 不露丝毫胆怯 如果我用他和你儿子的性命 相要挟呢 你如听我的话 我可以留他们父子性命 如若不然 我会让他们惨死在你面前 楚兰道 不 我宁可我们一家人一起死 也不愿以这样的痛苦的方式苟活 你以为我会为了他们苟活 然后将自己变成你的静卵 我错了 我不会 我相信我的丈夫 也不会希望我那样选择 魏弱坚定地说 然后魏弱告诉楚兰 回京前 我给我们一家三口 都准备好了毒药 有个万一 不会给你搞我们一个 半死不活的情况的 我的医术如何 你是清楚的 我的毒药自然也是没有解的 我想撕你拦不住 魏弱仰着头 神情从容 看向楚兰的眼神中 甚至透着轻面 一个连自己的死 和自己至亲的死都不怕的人 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魏弱 你真的很 对自己很 对我更狠 楚兰恨恨到 他猛地上前 逼近魏弱 伸出手 正要捏住魏弱的下巴 忽然门外传来声音 皇上 陆老将军率群臣入宫 于前清殿前跪住 说有要是要见皇上 陆老将军已经许久 不管朝堂之事了 今日此举不是异欲何谓 楚兰皱起了眉头 随后又看向魏弱 魏弱依旧眼神结 逞他将手收回随即道 希望在我们下次见面之 且你能再好好想清楚 说完后 楚兰便离开了 将魏弱留在了片殿内 不一会 而门外有了一些动静 伴随着人倒地的声音 电门在 四杯打开 小姐太太 你没事吧 秀梅和林芳齐声问道 方才魏弱进片殿的时候 他二人确实被楚兰安排的高手 给擒住了 但在楚兰走后 他两人便被宫内的暗卫解救了 这些暗卫并非魏锦翼的人 外人无法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在皇宫里安排暗卫 这些人真正的主子是大行皇帝 我没事 魏弱道 走吧 快些 我还要去确认一件事情 希望赶得上 甘清殿 大行皇帝的子宫停放于此 殿内外一片宿色 相逐燃于堂前 殿前 一路老将军位守的群臣等候多时 内阁大学侍卫一称 户部尚书 范书义皆在其中 玉王和秦王也在队伍之中 玉王如今已别无选择 与其等住楚兰对自己出手 不如来看看事情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 楚兰来时 众人虽然行礼 却并未称他为皇上 从楚兰临前继位后 群臣对他的称呼 就已经变为皇上了 然而此刻 这些人一致地改了称呼 陆老将军这是何意 楚兰问道 楚兰问完 就见魏锦一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站在了群臣在最前面 他身姿挺拔 步伐稳健 不负当年孱弱之姿 果然传闻不假 瑞王当真已经被瑞王妃治好了 他的医术素来高明 在猜到他是许和佑的时候 他就该想到这一点的 楚兰笑了 九弟这是做什么 这才刚回来 就联合群臣整这一出 看起来是对朕这个皇兄有意见 陆老太爷率先开口道 瑞王殿下 先前因大行皇帝驾崩突然 大家又未找到遗诏 又因国不可一日无君 故推你继位 但如今事情有变 大行皇帝留有一诏在世 闻言楚 蓝魔光沉了尘 接着看向魏锦衣 与其平静道 你手上有大行皇帝的诏书 魏锦衣缓缓抬起手 而他的手上正捏着一卷诏书 楚兰神情轻蔑道 这个意思是 九弟带回来了父皇的诏书 据朕所知 瑞王离京三年 中途不曾回京 他手上如何来的诏书 请不吝点赞